氣象署已經在稍早解除了 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的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從動態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颱風目前已經來到了 馬祖偏西方大概200公里的陸地上 過去一段時間受到陸地破壞 因此颱風強度減弱 暴攻半徑也縮小了 因此過去幾個小時 金門馬祖也脫離了它的暴風圈 包括台灣領海也脫離了它的影響 因此氣象署在稍早已經解除了颱風警報 但我們還是要提醒 這個颱風因為南側伴隨非常大的 非常寬廣的外環流 在接下來還是會影響到台灣地區 從雷達回撥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寬廣的外環流 還是持續的影響到台灣這邊的天氣 尤其部分的蠻強的雷雨 雷雨包都是從台灣西南邊 移入到台灣的陸地上 因此今天各地都還是 多短暖震雨或雷雨的天氣 尤其是中部跟南部 仍然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 發生的機會 澎湖也有局部性的好雨發生的機會 金門馬祖也要留意局部大雨 我們從未來幾個小時的 定量降水預報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部分的話 各地都是有雨 其中中部跟南部 還是雨比較多 容易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到了今天入夜甚至到明天 隨著風向逐漸由西南風 轉變為偏南風 除了南部地區還是有局部大雨發生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花蓮跟台東 因為同樣開始進入淫風面 也開始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可能 所以要提醒花東地區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 降雨從今天晚上開始會逐漸的增加 因此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在今天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凱米颱風雖然已經逐漸的遠離 但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金門馬祖今天還是會有 間歇性的風勢跟雨勢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會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今天在離島還是有10到13級的強震風 台灣部分的沿海還是有8到10級強震風出現 今天到明天沿海的浪都還是相當大 所以這幾天建議大家不要前往山區或是海邊活動 天地們這三天累積浪下來也非常的可觀 也是有1500多毫米 另外包含像是在宜蘭的山區 還有在各地的山區 中南部的山區都還是有大雨或是好雨的發生 所以氣象鼠現在大雨還有好雨特曝都是在持續發布當中的 也幫大家來做統整 包含像是在台中以南的山區 現在是持續在發布了好雨特曝 也一再提醒大家 剛剛已經在高雄的山區有觀測到 食雨量將近是37毫米 所以我們受到這外圍環流的影響 其實這個雨在今天中南部地區還會持續在下下去 那另外包含像是在苗里以南的平地 還有在花蓮的山區 還有在台東可以看到現在都還是持續在發布了大雨特曝當中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這顆凱米颱風 它的颱風尾非常長而且非常的肥厚 所以呢我們今天還是會持續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性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這個雨是會下到什麼樣的時間 尤其今天早上的時間呢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的雨區呢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區 尤其像是在南部山區還是亮起了紅色還有紫色色塊 代表說雨勢上還是很驚人到達了毫無一等級以上的雨勢 那至於到了今天晚上呢到明天早上八點鐘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像是在苗里以北地區 像這樣的降雨狀況呢已經開始逐步趨緩 但是也提醒東半部地區朋友喔 那主要的明天的風場會開始轉變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明天開始 尤其是從今天深夜到明天這一點天 包含像是在花蓮 台東 也容易會出現一些逐步陣雨到逐步大雨的發生 而且像這樣的狀況呢在花東地區的雨勢啊 到了明天下午會開始越來越明顯 尤其包含像是在台東地區的平地 在明天呢尤其像是在下午時間 非常有機會呢達到大雨以上等級的雨勢發生 那我們就來幫您統整一下 這次颱風所影響到的最新時程喔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呢 氣象署已經在剛剛也就是八點半的時候 已經解除了颱風的陸上還有海上警報了 但是一開始我們有看到這個雷達回播圖啊 大家有發現說呢它的外圍環流 還是持續在影響我們本島當中 那包含像是在中南部地區 現在來說都還是持續在發布了大雨 甚至好雨特曝當中的 那尤其像是在高雄山區啊 吃雨量早上的時間我們是有觀測到 將近呢是有40毫米 所以呢這兩天的雨是這樣下下來 尤其呢像是在中南部山區朋友 今天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看明天來說呢 主要要特別留意的尤其是在花東地區喔 因為明天的風場開始轉變 所以呢反而是明天像是在花東地區 就容易會有一些局部大雨 甚至大於等級以上的雨勢會發生 那另外還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以目前我們來看呢 包含像是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有偵測到一顆熱帶擾洞 那這顆熱帶擾洞 還是有機會可能會發展成熱帶型地氣啊 但是會不會發展成颱風 都是我們後續要持續觀察的重點 那預估呢這顆擾洞最快最快的話 可能是在下周一或下周二就會到我們台灣附近 但是會不會變成颱風 後續我們也會持續幫大家觀察 以上是幫您掌握到的颱風最新動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